快盛上来 是 乔姨啊 你跟朕说说 当时朕 是如何把这碗汤给喝下去的 当时皇上昏迷不醒 是小的先喂了你两口 然后皇上醒来 自己端起碗 咕嘟咕嘟 一口气就喝下去了 喝完之后两眼放光 气色也好多了 好 那朕 就当时的养子喝 皇上 您还是先尝尝 也好 这 这 这 朕还善着当时的样子喝吧 这只猪肥碎白衣 真的好香 都好听看 皇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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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皇上你这是怎么了 乔义 你想把朕堵死是吗 来啊拉着就砍了 皇上皇上你看 这是你刺的棉死金牌 刘伯温 你给朕跪下 皇上 都说你神奇秒算 你倒是算到朕头上来了 你该当何罪啊 皇上 臣就是事先算到皇上要降罪 所以在事前 才向皇上讨了免死金牌啊 那你做何体事啊 皇上容臣先问问他 我问你啊 你今儿做的 跟当初喂皇上吃的那个 是不是一模一样 的确一模一样 你小子说 比当初喂皇上的还能好吃那么一点 啊 朕不信 如果真的一样的话 那朕吃下去 怎么感觉一个在天上 一个在地下呢 这 皇上我再问问他啊 难道说皇上当初那感觉 是受到了欺骗 当初谁欺骗朕了 啊 朕觉得好吃 朕把乔义当恩人 当初你骗朕了吗 啊 所以啊皇上 他没骗您 是饥饿骗了您 饥饿让您没了感觉了 皇上您听说过吗 人哪 饥不择食 饥不择食我当然听说过啊 那饥不择食是说饿了 那不管好的坏的都能吃 那朕能连香臭都不分了吗 对极了啊 人饿极了呀 如同皇上当时在破庙那样 他就是分不出香臭来 甚至于可能把这臭啊 他当成香的 你真是巧舍如皇 您看 韩非子有言啊 人 穷恶至极 康夫皆成美食 他就是这个道理 皇上不信 臣有意恳请 肯定什么 你又想祸害谁啊 臣恳请皇上 借凤膳坊大宴群臣 让他们喝这珍珠翡翠白玉汤 那非得把凤膳坊给吐翻了不可 不然皇上 不然 众臣们一定会获得 当时皇上在破庙里 那番美妙的感受 而且皇上 今后对他心怀梦想 还梦想 还梦想 你是在做梦吧 不过皇上 在次宴之前 您得先饿他们三天 朕倒是一直想整治他们 你起来吧 谢皇上 你也起来吧 起来吧 皇上 据臣所知啊 京城之内 现在有一位大师 四处宣讲清修之礼 文武大臣是屈之若物啊 臣恳请皇上 把众臣请到凤膳坊 再把这位大师请来 当面宣讲清修之礼 然后 让众臣在这儿 不动窝的 清修三天 是 是得整顿 官员的风气 三天后 以不饿死人为宪吧 适时的刺咽 这珍珠翡翠白鱼汤 您一定会看到 文武众臣是多么的享受 皇上刺的这个美味 这样 一来给整肃立志 二来 也可以看看臣是否神机妙算 刘伯温 你够狠的呀 如果一切如刘大人神算 皇上 这也应该算是 皇上的一面镜子了 是 是 说得好 朕有些饿了 夫人 还是把你做的那些饭菜 给朕端上来吧 好嘞 把我给皇上做的饭端上来 是 好吃 刘大人 别怪我说你狠啊 你看 你还真治好了皇上的厌食症 好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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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过来 哎 不成老爷 夫人在那边等着呢 这包子是有数的 那你先 先把那盘子放下 帮我做件事情好吗 把剩下那只只箱拿走 嗯 夫人说您在清修 得等十字箱烧完才能开饭 嗯 这会儿才刚烧了一半 那你那么早把饭端上来干嘛呀 把箱拿走 嗯 奴婢不敢 不敢 你怕什么 嗯 怕夫人打板子 别怕 有我呢 把箱拿走 嗯 不行 老爷都怕得 更何况奴婢呢 那 那你就不怕 我在夫人面前 说你什么 您能说什么 就说你勾引我 老爷您千万别 那我就没命了 行了 那就快点把箱拿走 快 你们两个嘀嘀咕咕 偷偷摸摸的 在干什么 把手给我伸出来 伸出来 那只 你胆子还不小啊 你胆敢破坏我的家规 来人 是 给我拖出去 重重地打他石板子 那不是奴婢 不是奴婢 不是奴婢 是老爷 不是我拿的 不是奴婢 的确不是他 是我 唱的哪出戏啊 我告诉你 给我玩这一套 没门 你不是吹牛 清修三天 吃麻麻香吗 这十支香 还没点上一半 这大半天的 你就顶不住了 那大大师说啊 起码断食三天 才算清修 他说他能断七七四十九天 那个 我还听兵部尚书的夫人说 他在家号称清修三天 结果不到一会儿的功夫 就跑到厨房偷吃 可以理解 我告诉你 李擅长 你既然把话说出来了 这十支香不点完的话 你休想进食 他也不可能 可不好 我o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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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嗯 朕听说 你们这些当年随我南征北战 一个个粗茶淡饭的小子们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这家常的饭菜 已经满足不了你们了 都得了厌食症了 偏得变着法子 去吃什么山珍海味齐秦易寿 上到天上飞的下到洞里爬的 什么奇怪你们吃什么 什么尚未交配的少女松花雀 什么果子梨穿山甲 活猴脑僵子喜鹊的舌头 天下的动物躲到哪里 都逃脱不了你们的魔掌 你们那条发臭的舌头 已经没有什么东西 可以满足你们了 所以我要正本溯源 让你们的舌头 让你们的胃 好好地去去浊气 我们可以给我们的舌头